这是台湾的声音 这也是台湾的声音 还有多少声音没有被听见 未来你打算在台湾定居吗 可以的话当年定居嘛 这边怎么说也是一个 民族自由的地方 每个人都有可能变成那小部分人 你没有公益 你不能维护基本的人权 但你就没有完全的安全 在这狂乱的年代 思考让我们自由 就要听晚报 听见新闻之外 欢迎收听就要听晚报 我是宛如 今天是5月20号520 对台湾来说 甚至对于关心两岸的听众朋友来说 今天都是非常重要的日子 因为蔡英文总统以及副总统赖清德 20号上午正式的宣誓就职 成为中华民国第15任的正副总统 当然我们也知道 今年因为受到了COVID-19疫情的影响 总统的就职演说 总统的就职演说是第一次移到了台北宾馆的户外广场举行 那各国的政要呢 也纷纷以拍摄影片的方式向蔡总统祝贺 蔡总统在发表就职演说的时候 特别谈到了两岸关系的部分 总统就说到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并且强调不会接受北京当局以一国两制 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 他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与两岸关系条例 处理两岸失误 那他并且期盼呢 对岸的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 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我们今天节目先来听这一段总统谈话的实况报道 同时报道之后呢 就要进行今天的访谈 请到两位学者专家 深入剖析蔡总统520就职演说 针对两岸政策 蔡英文总统20号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面对复杂多变的两岸情势 过去四年 国防已尽力为两岸和平稳定 做出最大的努力 也获得国际社会的肯定 未来也将持续努力 并愿意与对岸展开对话 为区域安全做出更具体的贡献 总统并重申他对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 他说 我要再次重申 和平 对等 民主 对话 这八个字 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 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 破坏台海的现状 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韩民国宪法 与两岸关系条例 来处理两岸事务 总统表示 两岸关系正处于历史的转折点 双方都有责任谋求长远相处之道 避免对立与分歧的扩大 在变局之中 他会坚守原则 并秉持解决问题的开放态度 负起责任 他也期盼对岸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 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欧阳孟平在台北采访报道 大家好 我是卫生福利部 司长蔡淑凤 口罩使用 您做对了吗 戴口罩前要先洗手 检查口罩外层向外 压条向上 戴上后轻按鼻梁 戴住口鼻 预防飞沫接触 拨口罩前先洗手再拖 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四分之一 再丢进有盖垃圾桶 丢后再洗手 戴从口罩时将口罩外层往内折成四分之一 有政府请安心 资讯由机关署提供 阳光就是阳光 伤了我的翅膀 阳光就是阳光 人民自由飞翔 阳光就是阳光 世界在我肩膀 阳光是你 是我生意的翅膀 您现在所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就要听晚报节目 我是宛如 在今天节目我们请到两位学者专家 来分析蔡英文总统 这一位中华民国史上最高票连任的总统 她在今天520就职演说谈话的重要内容 那在我们现场有两位学者专家 一位是台湾国际法学会秘书长林廷辉老师 主持人好 各位听听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介绍的是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 邱达生副主任 副主任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我们刚刚听到了就职讲稿 其实宛如我自己了 头尾真的是蛮感动的 因为总统特别强调的是这一次疫情 台湾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概念 经历了这个艰困的时代 因为大家团结 所以台湾可以面对挑战 而且屹立不摇 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次疫情的表现 台湾真的在全世界是可圈可点 所以我们看到各国其实主要的政要领袖 其实对台湾的这种防疫的成果了 不断的赞美台湾 而且也是这种延续一直下去 而且包含的各国人民都有这种感受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民众其实就有一种骄傲感 就是说其实台湾没有那么差 因为过去来讲很多人会认为说 台湾是不是衰弱了 台湾是不是怎么样了 其实说真的 从这次疫情表现当中 的确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一个自信心 我觉得天辉老师 其实我们觉得说台湾不是那么差 可是台湾民众很喜欢监督政府 台湾政府哪里做不好 哪个官员不对劲 网路开始有各种不同的监督声音就出来 这个就是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当中 我们讲的公民社会的成熟 因为公民社会成熟的话 会让所有的政治人物也好 或是政党人物也好 他们会有所惧怕 而在当民众告诉政治人物说 我想要什么东西的时候 政治人物才会往那个方向走 或者说不要那个东西的时候 政党人物可能就不推动那一个政策 所以这个是一个公民社会成熟 一个重要表现 另外一个蔡总统也提到一个 就是团结的概念 其实我们看到的疫情 它就是一个威胁 这个威胁有可能是在 这种健康民生医疗方面的威胁 有可能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威胁 或是有可能甚至未来 可能面临到我们可能老年化 长照的问题 这些等等一些社会安全的威胁 在这个威胁当中 只要台湾民众能够一起团结 来共同面对这些威胁的话 相信都有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 是所以总统也说到 能够在这样艰巨的时刻 承担中华民国总统的重大责任 我心中的压力多于喜悦 不过呢 我不会退缩 因为有你们 所以挑战当然也是接踵而来 大家对他的期待更是深厚 我们等一下要请邱老师来谈 因为特别总统在这个讲稿里头 对于经济的破坏 真的是琢磨得非常多又深 接下来我们要把重任交给邱达申老师了 总统的演说内容包含了四大面向 产业发展 社会安定 国家安全 跟民主深化 第一个部分 产业的部分 怎么去面对呢 防疫现在是一个下半场 这个台湾上半场打得非常的漂亮 那接下来经济国家 对了 邱老师 我们怎么依序来看总统这一份讲稿 在财经方面的主模呢 首先也先谈一下疫情的部分 其实大家如果记得的话 在今年年初 那时候的国外媒体都预测说 台湾今年的这个疫情的冲击 会是全世界第二场的 就仅次于中国大陆 但是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台湾这样子的表现 真的是要给这个团队鼓掌 那其实就这次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这个团队 其实是应用这个数位科技来防疫 某种程度上非常符合 台湾科技岛的这样子的一个电位 大数据跟AI 其实这些人才进出了 没有错 那我们看到这是因为这次的疫情 衍生出的新的商机 会加速台湾在这个科技方面的一个提升 那我们看到总统他提出的 这个六大核心战略产业 其实就是把当初的这个五加二产业创新 把他的层次进一步的一个拉高 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 因为台湾经济在去年跟今年 受到两个很大的一个外部冲击 可是表现最后的成绩 都是这个跌破这个外媒 外部预测机构的一个眼镜 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去年 去年美洲贸易战 也很多的外部机构认为说 台湾因为这个两岸的一个 在供应链的紧密结合 最后的表现可能会不足理想 但是我们最后证明 我们去年的整个经济成长率是2.7% 是亚洲四小龙最高的一个成长率 那今年同样的 在疫情发展之初 我们看到这个台商回流 台商把产线移回来 今年预期至少可以达到 3300亿的台币 所以说这个对拉台经济 其实是 也是很有注意的 非常有注意 那其实长期以来 我观察台湾经济 我们台湾经济 有两个最主要的困境必须要解决 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是出口导向 所以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率不足 这部分应该要解决 但是总统有提到 我等一下来讲 他大概在哪一部分有提到这一部分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面临供应链重组的挑战 那怎么样让台湾的产品 受到各国进口商的青睐 其实就是我们必须提升供应链的位阶 比如说像现在台积电的角色 无论是在美国去中化 中国去美化 他都是这个非常抢手 那总统特别提到 就是说他认为说 未来四年 他要以这个更融通的金流 更活水的人流 更强劲的产业实力 更与世界紧密连结的一个台湾 来迎向这个繁荣新时代 其实这四点都很关键 我现在解读一下 更融通的金流 他提到的这个部分 我认为未来可以期待的 就是我们在金融相关法规的解禁跟开放 因为在台湾的一个金融服务业 一直以来我们想打世界杯 但是有相关的一个限制 就是我们在这个相关规范 一向是比较保守 那这个是可以期待 而且这个是 我相信未来是一个很显著的商机 也就是第一个在法规的 与世界接轨的部分 其实是要再多琢磨的 对对 那第二个所谓更活水的人流 其实这个在呼应总统的新南向政策 因为新南向政策的一个重点 就是人与人的连结 人才的交流 那第三个 他所谓的更强劲的产业实力 其实就是提升台湾在全球价值供应链的位阶 透过我们的半导体的优势 台湾的半导体 包括这个晶圆制造 封装测试 都是独步全球的 那最后一个他提到说 与世界紧密连结的一个台湾 这个是重点 这个其实就是要扩大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覆盖率 因为我们台湾现在我们跟中南美的友邦 五个国家下签自由贸易协定 那另外的我们跟纽西兰新加坡完成FTA 但是这两个国家其实都是高度开放的国家 我们必须设法加入比如说像现在由日本主导的CPTPP 或者是说美国未来在规划中的这个印太战略的一个经济的新的板块 那我认为说今天总统的演讲基本上非常全面 而且都是点到台湾必须要提升 进一步提升在这个全球经济角色跟位阶的一个重点 刚刚谈话的是台湾经济研究员邱达生老师 对于总统的讲稿财经部分 我们先做了一些重点的提醒 当然稍后我们会再继续深话来聊 不过总统其实谈到了非常多的面向 有一个部分我就延续着邱老师的谈话 就是我们的国际参与 所以总统在讲稿里面有说到积极参与国际社会 那他说从国际层面 过去四年我们积极参与各项国际重大议题 包括反恐 人道救援 宗教自由 以及非传统安全等重要的全球议题 那在这一次的国际疫情当中 我们在能力范围内更是对国际社会展开 无私的援助受到了高度的肯定 未来四年我们会持续争取参与国际组织 强化和友邦的共融合作 和美日欧等共享价值的国家深化伙伴关系 所以林天辉老师 其实台湾真的我们一直很想 而且很努力的要走出去 当然这两天WHA的一个大会 我们的议题被搁置了到年底 如果开实体实际会议的时候 不是虚拟会议的时候再进行讨论 但是总统还是希望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 不管是台湾的软实力还是经济实力也好 都希望能够跨出那一步 我们知道说国际社会本来就是一个 现实主义所主导的国际社会 那目前的国际组织当中 对台湾非常不公平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用威斯法利亚体系的 就是所谓的国家体系的这个概念 去建构出一个制度性的安排 那这个制度性的安排的话 假设它必须要透过国际社会的投票 而这种采用多数暴力的方式来处理事情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许多不公不义的情况 有时候会出现 那这时候台湾积极参与这种国际社会 就是说必须要去了解到目前的在现实主义的主导的国际社会当中 台湾在对面对国际社会要采用所谓的理想主义的概念 去进行所谓的人道救援也好 或是采用非传统安全的方面的合作也好 就必须认清楚自己我们可以从哪些管道 或是哪些方法去参与这种国际社会 所以蔡总统其实知道这种所谓的国际安排 国际建制安排是困难的 对我们台湾来讲目前是困难的 但是我们还是积极的努力 必须要透过各种方法 那他提到了好多个主要的一个国家 包含日本美国欧洲等等这些国家 其实他也去暗示了未来可能是采用所谓的双边的合作方式 去进一步把台湾推送到国际社会去 所以这种所谓的双边模式去克服多边模式的无奈 那个可能是未来台湾的一种做法 好台湾出去是有挑战是有困难的 所以两岸关系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总统其实在讲稿当中的后大半段 很重要的是他再次重申了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这八个字 他说我们不会接受北京当局 以一国两制矮化台湾破坏台海的现状 这也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 那我们也会持续遵循中华民国宪法 与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两岸的事务 这是我们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一贯立场 所以亭辉老师 其实很多人都希望说 把今年总统的讲稿跟去年做比较 甚至我们可能预期 接下来中国大陆方面的官方的回应 是不是也跟四年前做一个对比 所以如果在两岸关系的部分 那总统再三面兹再兹的这些八个字 和平对等民主对话 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块 我会把它解读成为说 这是一个总统在对对岸 抛出一个更为积极性的一个 维持现状的一个话语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第一个就是说 他提出这八个字的和平对话 其实目的最主要是为了要 比如说对岸 我们需要跟你对话跟谈判的一个概念 那现在问题是说 过去我们常常在强调的是一个维持现状概念 其实维持现状概念 很多人都把解读跟马政府那时候所讲的 不同不独不武的这个概念 其实是有点概念相像的 那这时候我们再进一步提出所谓的和平 和平的概念就其实就是不武 但是今天不武的概念是台湾本来就没有要对中国大陆使用武力 而是中国大陆要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情况之下 他希望中国大陆能够放弃对台湾使用武力的概念 所以在1月11号他讲话讲得非常清楚 他去解释什么叫和平 什么叫对的 什么叫做民主 什么叫对话 其实他的内容已经变成是一个积极性的维持现状的概念 那你可以再注意到这一次的这个讲话当中 讲的中华民国宪法跟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跟四年前也不是不一样 因为四年前的话讲出这个东西之后 对岸其实有某些学者都认为蔡总统是在释放善意 但是在下午四点的时候 国台办发布新闻稿认为说这是未完成的考试卷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解读呢 其实在这个四年过程当中 两岸学者不断的讨论这几个 比如说提到中华民国宪法 提到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其实再去看具体的内容 对两岸的定位其实蔡总统讲得非常清楚 但问题是为什么 是四年前的这个对这个几个用语 后面还加了四个字叫做相关规则 相关规定 这个相关规定在这一次的讲稿当中 我们没有看到了 没有 就拿掉了 也什么意思呢 因为在四年的过程当中 中国大陆的学者们 涉台单位们就把这相关规定 把它解释成为公投法 所以他认为说你蔡总统 除了中华民国宪法之外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 另外你可能用公投法来推动 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进程等等之类的 所以他们认为说 我觉得不能让你过关 因为这个东西你放了一个隐含的影子在里面 故意要来挑战中国 这是北京的解读 但是 现在你可以看到蔡总统把这个相关规定拿掉了 所以其实我们更要清楚的看到说 接下来中国大陆怎么去回应这个东西 因为这四年内他们不断的去抱怨的 就是说已经有相关规定 相关规则 这个东西 那现在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 那现在本来球又抛回到北京 对的确总统谈话里面有说 期盼对岸领导人能够承担起相对的责任 共同稳定两岸关系的长远发展 所以这个球 对球抛回到北京了 也就是说我积极的在进行 所谓的维持现状的努力 那维持现状不是单方能够努力而已 北京你的态度是什么 你的做法是什么 所以球要抛回到北京去 这是两岸关系的层面 不过如果就后疫情时期 也是在这一次 我们看到美国跟中国之间的相互对抗跟博弈 台湾如果就财经层面 该站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角色呢 我们就戏称吧 有美国队跟中国队 那现在我们一直有很多的学者专家 就做了一些平息 认为此刻是我们跟美国方面的距离最紧密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台湾该怎么办呢 我们如果如果仰赖美国队 那美国可靠吗 在未来四年我们的财经部分 全球的布局怎么做呢 当然总统刚刚也说不只是美国了 还有欧洲许多多的国家 还有日本也都是我们必须着重的部分 很多的这个经济学家都认为说因为台湾的出口有40%到中国 所以他认为说其实是台湾经济对中国依赖是最重的 这个这个看法其实有一个迷失 我们要知道说台湾的外销订单的最大来源是美国市场 所以说等于说台湾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中间财跟资本财呢 它是出口到中国大陆 但是他最后他还是要言和这个美国市场的需求 毕竟这个美国市场现在还是一个最全球最大的一个一个内需市场 那的确没有错 刚刚您提到就是说除了美中贸易战 后续的这个疫情的确会出现这种供应链脱钩的情况 像在上个礼拜呢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他已经很清楚的公布 他就说美国现在在组一个供应链去中化的可信任伙伴联盟 这个联盟呢就包括纽澳日韩印度跟越南这些国家 那这个联盟的名称呢叫做经济繁荣网络 这个网络呢 我认为说他如果说要形成一个供应链的话 他最后甚至有可能是形成一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那我去把它计算一下 这个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整个规模 比这个RCEP比CPTPP都还要大 33兆美元 那所以说这个是可能如果说政府呢 未来能够积极争取加入 我觉得是将来让我们在整个的外需市场呢 会比较有能见度 就订单比较有能见度 那另外我们也看到中国 他这个最近也急了 他认为说他现在用视讯的方式 要赶快完成这个RCEP谈判 RCEP现在剩下15个国家了 因为印度暂时退出嘛 那我们看到未来可能会形成两大集团的一个对抗 但是台湾我觉得我们应该做的 就是目前呢 我们要让我们的这个供应链呢 更加的自主可控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是台商呢 他把这个产业产线移回来台湾 那另外的话 一些比较劳力密集就去配合新南向 去东南亚 当你这个整个供应链呢 相对比较自主 而且你的技术 基本上你的这个附加价值能够提升的话呢 我想在市场机制的这个导向之下 未来两个区块呢 都需要我们台湾的这个产品 跟我们的技术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选不选边站 倒不是那么关键 如果说你的产品 你的这个技术呢 是无可取代 那其实不管是哪一个阵营的 这个进口商呢 就会认为说 有这个下单给台湾的一个必要 也就是先壮大自己 这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那总统的讲稿里面也谈到说 像是持续强化资讯数位相关的产业 包括利用半导体资通讯产业的优势 让台湾成为下一个时代 资讯科技的重要基地 那也扩展到一个国防战略的产业 包含进军航空太空产业 邱老师 如果就两岸之间的经贸紧密关系 我们怎么样来看呢 比如说520前 我们也观察到 中国官方对台湾释放了 对台11条的这种 比较互惠优惠性的政策 优惠于台商的政策 经贸上其实也是会拉拢一些台商朋友 其实我的看法是 我认为说在经贸上 现在中国那边急了 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供应链去中化 那包括这个疫情发展到现在 我们看到很多南韩的产业 移出中国 那日本呢 甚至以这个纾困金额的一部分 要协助这个日本的厂商呢 脱离中国 回到这个日本或是到其他国家去生产 那我刚刚提到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 现在在筹筑的这个信赖伙伴联盟 他有提到就是说希望产业移出中国 或者是到这些联盟 这边去生产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因为在过去呢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呢 他不太去讲多边的 他是大部分他的这个整个论述就是美国优先 产业回流美国 那现在呢 似乎是他有希望就是重新主导多边的这样的一个态势 所以我认为是中国急了 那中国急了 他现在呢 一方面他希望赶快落实这个RCEP 让他上路 另外呢 他也希望其实不是只有台商 包括日韩的这个产业呢 他希望他们能够继续留在中国这边 制造跟生产 那因此在这个时间点呢 释出这些会台的政策呢 我觉得是就是配合这个美国的一个压力 那其实我们也看到 光光上个月 我们台湾的出口结构比到中国跟香港是44% 是前所未有的高 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量的在采购我们的这个晶片 某种程度上 因为我们的无可取代 而导致中国那边必须要依赖我们 倒不是说我们台湾呢 在经贸上一直在依赖大陆 这个内政方面 我们总统说要启动修宪 但是说实在要修什么 大家会不会有一些问号呢 当然总统讲稿里面有说是 投票年龄的门槛可能会做一些修正 但是好 除了这个之外 还要修什么呢 其实我们知道 这个总统的高度 本来就是一个在我们的宪政体制当中 怎么去推进我们台湾的未来 有一些破话 那这一次这个 其实总统他不是只有担任行政院长这种职务而已 所以行政院有行政院院长 所以他其实在讲稿当中提到了 监察院你要做什么 司法院你要做什么 考试院你要做什么 其实他已经把那个总统的高度已经拉上来了 也就是说这五院当中要做什么 那其实当然在国内有很多人对我们的宪法当中批评说 应该把五权改成三权而已 但是考试跟监察这两个部分 到底在目前的情况之下 有没有那个共识要把它废除掉呢 其实还没有 在没有的情况之下 总统希望的是这两院进行一个改革 那另外来讲的话 目前总统在修宪的议题上面 提到的是18岁这个概念 就是下修公民权到18岁 这个是目前所有的政党当中 对18岁这个议题当中是有共识的 是要回归到我们的修宪门槛 我们修宪门槛里面规定是四分之一的立法委员提案 四分之三的立法委员同意之后 然后议决通过之后 再交由全民来做投票来决定 那全民投票要必须要这些有效票的 就是说选举人的有效票的过半以上决定 才能够修宪完成 所以如果即便要修宪的话 不是只有目前的执政党民进党说了算 而且必须要结合其他政党跨到了四分之三以上的票数 所以门槛是很高的 对门槛是非常高的 所以为什么总统要提到一个 就是说目前是有共识的18岁这个概念 而其他的部分不是说不想修 而是说目前在没有达到政党共识的情况之下 可能没办法在立法院提案 那这个就目前来讲是我们必须要努力的方向 是其实要努力的非常多 总统还提到社会安全网 各个层层面面的其实都有 那最后我们其实剩下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了 我们要请邱老师来谈疫情当中 此刻我们面对非常多的财经的难题 像是内部的部分的企业财员放无薪假 执政团队逆转身 接下来 这段时间基本上现在这些纾困措施非常重要 特别是如果说我们执政团队没有做的这么好的话 其实疫情最后最可能发生的就是贫富差距扩大 因为可能留下来的就是规模经济 然后一些比较中小企业可能没有办法度过 那现在我们看到整个的纾困措施跟政策 似乎是针对这一块在进行因应 那因此我认为说 今年即便下半年这个欧美复苏力道有限 基本上我们还是可以努力的以拉抬内需的方式来提振经济 好 今天的就要听晚报也要接近尾声了 我们再次感谢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老师 以及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副主任邱达生老师 为我们央广全球的华语听众朋友 进行蔡英文总统520谈话及时分析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 也谢谢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 我们明天再聊 拜拜 拜拜